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在我們的自然醫療裡面 很講求其實就是 醫食同源這個原則 我們很相信我們的身體 百分之一百都是由營養來造成 令到我們健康 在先前幾集 你有幫我們分享過 有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危害到我們健康 令到出現腦退化症 例如提過一些藥物 抗胆固醇 抗胃酸等等 甚至乎在食物方面 其實這些元素之下 都可能是令到我們 加速出現腦退化症 究竟我們有沒有一些食物 那方面可以幫助我們做到一個預防 元醫生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的聽眾都應該明白 我們經常講的道理 我們身體百分之一百是食物做出來的 記住 百分之一百 這個是事實 每人會不知道 每人會說不是 是百分之一百的 我們身體有問題的時候 你要做好一點也好 或者壞了之後維修好 其實最合理的工具 當然是食物 我們前幾集都經常講了 很多藥物 很多破壞我們的 導致我們的腦退化 其實是很多無謂的西藥 那些藥物 當然當人用的時候 都認為他幫助他 控制他當時的毛病 例如高血壓、糖尿 情緒問題 睡不著覺 很多這樣的藥物 但是背後會引發 導致更加嚴重的後遺症 就是腦退化 大家知道腦退化是很麻煩的 我也遇到一些病人 真的很慘 已經不是很大的 其實是六十嶺 退化到自己不能夠照顧自己 會自己走出街 就只穿內褲子走出街 自己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也知道有些人 走出街就迷失了 回不去家 甚至乎是 也有人因此 跌到生坑 死亡 所以你要看到 其實我們的腦是很重要的 如何身體退化也好 腦就盡量不要退化 我們食物裡面 其實有很多幫助我們健康 有什麼食物特別 我要跟大家指出來 有什麼食物特別幫助我們的腦袋 今天跟大家介紹六類 六種這方面的食物 好 第一個 有一個研究 就是在2015年7月份的研究 他當時用一個 我們叫做地中海的飲食 就是The Radiant Diet 再加一些橄欖油 就是第一炸的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就是第一度炸出來的 新鮮的橄欖油 用33盎司 再加上吃一些不同的果仁 一個星期吃不同的果仁 吃多少呢 大概7盎司 就是33盎司的橄欖油 還有7盎司是不同的果仁 包括核桃 那個松子 Hazel nuts 還有杏仁 OK 就是每個星期吃這麼多 他觀察了它 差不多成四年時間 OK 那發現 他們 就 這組人裡面 就發現 他們 是改善了他們的記憶 和那個思考能力 當時 研究是334位男女 在60歲 跟蹤了他們四年的時間 OK 那就是說 你是很肯定 可以延遲腦部退化的 就是用一些食物 對某些特別豐富 特別是那些抗氧化豐富的食物 還有好像那個所謂的橄欖油 還有那些果實 OK 你記住 原來 研究的時候 他們那班人的平均現齡 是67歲 是 那就是說 有些人說 醫治是不怕遲的 是吧 你這麼大年紀 都一樣有效的 都會改善的 不會說 哎呀我年紀大 很多年紀大的人都是這樣的 哎呀我年紀大了 不要用了 已經是這樣的了 接受了 其實不需要的 因為你真的 真的突然年紀大 但是你的腦袋差 是很麻煩的 有時候不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的子女要照顧你 真的挺辛苦的 那所以呢 這個研究 其實那些人都是很大年紀 才開始做的 其實呢 營機大 都是一樣是非常之有效的 這個是集中 是在那個 用一個很重的那個 但是又健康的油份 裡面來做一個 就是一個治療的方法 我們其實都 現在差不多一般供應了 整體來說 我們都認為 地中海的飲食方法 是最好的 其實地中海飲食方法 其中一個常用的就是 橄欖油 所以你可以這樣說 橄欖油在香港很容易買到 橄欖油都是 最好的就是用來拌食 煮食來說 就不是太耐熱的 煮食呢 我們就認為用椰子油比較好一點 就是耐熱一點 橄欖油就沒有太耐熱的 但通常是拌食 什麼都可以倒進去 煮沙律醬 或者做橄欖油加點醋 點麵包吃 其實橄欖油是可以拌好多食物的 甚至乎什麼飲品 你加些都可以 好 這兩種食物 就是橄欖油和果實 任何果仁 還有一種食物 第三種食物 就是citrus fruits 即是甘吉類的食物 大家知道甘吉類的食物 代表橙為主 橙、橙汁等方面的為主 因為這種食物 含有很強的一類抗氧化 這種抗氧化叫做flavonone flavonone 中文叫做黃軟酮 這種黃軟酮是雷黃酮的一類 他們很明顯可以保護我們的腦袋 對於我們的接收資訊和認知方面 這個研究是哪處 這是一個很大的研究 其實這個研究很出名 在很多方面 我們稱為護士健康的研究 很長的歷史 他做過很多很多 其中他有一樣的研究 就是超過14年研究 是在69,622位的護士 做的研究跟蹤 他們發現如果他們吃得越多 那些緊急類的食物 主要都是講橙和橙汁 他們是難夠減低脫血性的中風 缺血性的中風 是減低19%的 總風有兩大量 一種就是脫血性 就是血不夠 一種就是流血性 有兩種的 很明顯 這個食物是什麼呢 是加強了血的供應 是不是 沒有那麼容易中風 大家知道 最容易腦壞的就是中風 是不是 脫血性的中風 你腦在那些時間 突然間失血 失了養份 破壞得很厲害 這個就是一個研究 第三類的食物 就是魚類 其中一個研究是19 2014年是刊登出來的 他就進行對一些65歲以上 就是患健康的人 OK 他們就進行研究 發現他要求他們 每次吃魚 就是可能焗爐也好 烤爐也好 就是烤爐也好 每天就是吃一次起碼 OK 很簡單 吃魚 一個禮拜吃一次 那麼多 這樣發現他的腦會比較大 OK 魚方面 其實他說 都不一定要有油 以前很多人都堅持用油的魚 就是肥一點的魚 例如Cord 三文魚 Cord這些 油很肥油 但其實這個研究是沒有所謂的 總之是魚就可以了 總之吃魚就可以了 嗯 那麼發現他們參與的人士 吃魚的人 他們發現 他的腦的灰質 是增加了14%的 OK 那麼灰質通常跟我們記憶有關的 就是跟記憶有關的 灰質 還有一些是跟認知方面 那個地方那個腦 都增加了4%的 嗯 那麼你看到其實它是一個 已經是很明顯的 你的腦袋這些灰質的腦袋的物質 是很明顯的 是會 就是反映我們的腦袋健康的 那就是說 如果你每個星期吃一次魚 那你那個 我們叫河馬區 那這個一個很大的學習 和記憶區 是會 比一些不是經常吃魚的人 是大了14%的 嗯 那當然啦 那如果你那個河馬區是強的 那你那個 老人痴外症的風險一定會減低 是 那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腦前方 前部的眼 和前部的外皮層那裡 那通常呢 就是控制我們那個 側痕的能力 那這個呢 都會增加4%的 OK 那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任何的藥物 或者營養素 是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的 OK 那 所以簡單來說 香港人吃魚 是吧 什麼魚都好 這樣都是有效的 好了 那 那第四類的食物呢 是什麼呢 是香港很多人吃的 朱古力 咦?朱古力啊? 是啊 那今天每年新年度 很多人一送禮呢 都喜歡送朱古力 實在一粒是好吃的 那 那當然啦 我們朱古力呢 很講究呢 就是不要太多糖粉那些 不要太多奶粉那些 那些 那我知道呢 我們 朱古力呢 就含有一種 flavonoid flavonoid 這一類的叫做 黃 那個黃 黃 黃腋醇 這種的 這種黃腋醇在朱古力裡面呢 是增加我們那個 腦的血的流暢的 和保護 和幫助我們 我們的 腦細胞的成長 改善我們的記憶呢 和當然呢 是令到我們那個腦袋 更聰明的 嗯 那 他們這些 即是flavonoid 黃腋醇呢 也是一種很強的抗氧化 抗炎的功效的 那這位教授呢 就研究了這些 在哥倫比亞 這個是所謂加州大學的 一位教授呢 就研究了 關於朱古力 那個方面的研究 那他說呢 這類這樣的食物 即是有很多些 我們叫做 Phytonutrient 植物的營養 還有很大的 不同的健康的功效 那也都因為 它是有很多的抗氧化的 那就會有很多 是幫助腦的神經 那些性能的 那我知道呢 黑朱古力 記住 黑朱古力 那這一種的 那個營養素呢 是特別高的 是 所以呢 朱古力呢 就要記住 多吃一些黑朱古力 不是我們一般市面上呢 過次的時候 吃很多的 是很甜啊 很多奶啊 是 那些朱古力呢 營養價值當然少很多 OK 那當然呢 有些人說 黑朱古力不好吃的 是不是 苦到死 但是呢 市面上呢 我們都會見到呢 有時候有些健康店 包括我們陸上健康店 我一直都在外國呢 是有 找到很多這些 叫做黑朱古力 不是百分之八 八十五個百分之七十個百分之七十個百分之七十個 那已經很好吃了 即是好吃了 即是比普通的牛奶朱古力 如果能夠找到呢 記得吃黑朱古力 那最後另一類的食物呢 就是什麼呢 是啤梨 啤梨呢 啤梨呢 啤梨當然有很豐富的抗氧化 和抗炎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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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醬果 即是藍莓啊 黑莓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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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其實都很多 草多啤梨都可以的 OK 那因為呢 它含有一種的花青素 Amphocyanin 那這個花青素呢 都是另一種的濾黄酮來的 OK 那加上這個 黃碗酮 黃碗酮 黃碗酮這些 這樣的成分呢 那這個呢 就是很明顯 是很幫助我們 那個腦袋的健康 是 那除了這些啤梨 現在有一種 最近大家看到 是一種 我們叫做 Goldenberry 金黃的啤梨 那發現呢 是那個花青素的成分 是最高很高的 是 那所以我們吃啤梨的時候 發現呢 是可以 因為這些花青素呢 是可以透過我們那個 腦袋的那個甲膜的 Blood brain barrier 那直接進我們的 河馬區呢 是改善我們 改善我們 學習和記憶的 那當然呢 也都會 就是防止 阻止我們那個腦袋的退化 那另外一個研究呢 就是在 Cincin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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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學裡面做出來的 那它是用藍梅的 是 用藍梅呢 那發現 藍梅的好處 就很容易買到 是吧 其實香港都很容易買 是比較便宜的 那這個研究呢 它這個研究是用另外一種的 的梅 這個梅呢 就叫做 Aronia berries 就是羅尼亞 那這個香港我暫時都不是很容易見到的 是 都沒有什麼留意到的 是啦 但其實不要緊啦 就是我主要呢 就是我曾經所介紹的 你那六種的食物啦 是吧 就是橄欖油啦 Nux啦 果神啦 那些 就是橙啊 那些金吉類的食物 金吉類 魚啊 是吧 朱古力啊 啤梨啊 那類的食物 那這類的食物已經是 但是無數的科學研究呢 是已經證實了呢 它是會幫助我們的腦袋 會的記憶啊 的認知能力呢 那當然呢 同時呢 也會減低 腦退化 那個問題的 嗯 是啊 那這樣 那一向都是啦 那個地中海的飲食習慣呢 一向都是很推崇的 他們用就真的用很多的橄欖物 所以呢 現在市面上 我們都看 我們健康店 也都一直呢 就是幫大家搜羅了一些高質素 有機啊 第一層讚出來的橄欖油 另外那些的果仁啊 那些 譬如像核桃啊 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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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骨律的食物啦 香港都很容易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 就是入口的地方啊 很多世界各地的食物都很容易入到來 魚更加容易 香港也有很多新鮮的魚 買到啊 那就 以後吃朱古力的時候呢 就要吃黑朱古力了 對啦 還有吃橙呢 記住呢 白色的那些都要吃多些 要吃完那些 不要撕裂 有些人就撕裂 一點白都撕裂 其實最好的食法呢 其實呢 就是批了外面黃色的那些 其他那些白的那些呢 就切片食咯 是不是 那你一切切出來呢 有時候呢 那些白色的那些都會撕走 那你這樣批來吃呢 那要吃下去呢 那肯定呢 那個營養成分呢 主要的營養成分呢 是會吸收得更加多 那生果類 除了那個甘骨類那些橙啊 那些之外呢 那其實可能就是說 甘骨類那些 譬如好像那些西柚啊 那些都屬於這些 檸檬啊 是的 這些都可以 那我們 香港真是很容易 吃得到這些的食物 那還有一樣 就是水果的 都是那些的醬 那些椒果 那些草莓 現在也都真的多了很多 市面上 那其實如果這樣說真的 這些六種可以預防 我們腦退化的食物 其實在香港 是非常之容易找到的 那應該我們大家的聽眾 聽了下去之後 那可能就是會幫到了 香港不會再有這麼多人 出現了這個腦退化症 也都不會去到年輕化這個地步 那樣的了 今天謝謝袁醫生和我們分享 我們分享差不多了 那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是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治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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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